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各位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谈起脾胃都说很重要 中央你们讲究 脾胃是后天之本 是我们的气血韵化之源 三位知道你们的脾胃 是不是有问题 有毛病吗 可能不太好说 是吧 但是今天这位专家 他可以用一招就判定你的脾胃 是不是有毛病 这么神 他不是现场戴什么偷视装备 来看我们的脾吧 脾胃可能真的不好 但是也不能一招就看出来了 对 有点怀疑是吧 看舌胎 我也不太相信 能一下就看出来 这么神奇吗 一招看脾胃 到底怎么看呢 来 欢迎我们的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傅国宾主任 有请 好 大家好 你好 欢迎您 你好 又见面了 好 大家好 梁老师 杨斌 还有个小帅哥 对 谢谢 你好 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 都是老朋友 您常来我们节目 但是今天说您可以一招看 我们皮肤有没有问题 好像我们还是有点不太确定 真的可以一招看出来吗 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上手 因为我搞推拿的 我们要上手摸一摸什么感觉 对吧 或者您自己摸一摸 您的什么感觉告诉我 我们来判断 您的皮肺的功能怎么样啊 就这样 上手这么一摸是不是 对对对 好 我们就现在来诊断一下 来 邮请各位 那皮肌又是皮肺的问题 我们一般摸什么地方呢 摸我们的小腿内侧 一个点叫什么呢 叫阴灵犬 阴灵犬的位置在哪呢 沿着膝关节 慢慢地往下走 哎 走到这块 这人说骨头过了 哎 就这个点 有凹头 对 一个凹陷 一下就是我们的阴灵犬 您就摸摸这个位置 哎 什么感觉 对 感觉 感觉 一般的情况下呢 少微 因为它穴位嘛 少微有一点点酸疼 这很正常的 这很正常的 您不能说摸着这就酸疼 就有毛病 不是啊 因为我们许多穴位摸着 都有点酸疼 但是你再摸摸 第一个 是不是明显的酸疼 嗯 完了以后 或者这个地儿呢 厚了没有 因为我们在林苍 就感觉 哎呦 这个地儿是不是厚了 厚了 对 就是真厚了 你感觉这个地儿 应该一下下去 突然从骨头下去 一下 嗯 没了 嗯 哎 这就是对了 但如果这会儿 有点厚 嗯 哎 可能有点小问题了 如果在这摸着一个 有个结结了 那问题可能稍微就明显了一点 明白 哎 我们基本上从这个来判断 来 大家先摸一下 来 我们再摸一摸 来 摸一摸看看 你摸这一侧没问题 好 很好 再摸另一侧 哦 两侧都得摸 对 可酸了 我觉得 梁阿姨好像比较清雄点 你看 从这儿走 你看 再这块地儿 哎呦 哇 天哪 这很酸啊这个 嗯 酸痛 来 不能按似的 这应该还好 杨斌还好 对 杨斌没问题 这挺好 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明显 对 但是您说酸吧 它也酸 它可能没有像梁老师 反应那么的强烈 哎 对 来 你再找那个点 我看看 帅哥 你看 我们沿着那侧 往下走 好 走到这儿没有了 就在这儿 可酸了 这儿 这儿没事 嗯 很好啊 好 好 起码你经络是通胀的 非常好 你看梁老师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小问题了 对 因为它局部呢 就是疼 但是局部呢 感觉啊 还好 就是也没有什么 这个节节啊 什么的都不明显 就是一摸 哇 有点疼 有点疼 说明了那精气呢 可能运行呢 还是稍微差一点 嗯 嗯 对阿姨 咱刚才那个疼痛的感觉是 怎么一种疼法啊 酸痛 就是刚那么一摁上 就感觉到了 嗯 一下子那一片 嗯 就都是酸痛 对 就是酸痛 嗯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不太通畅 嗯 稍微差一点 好 明白了 来三位休息一下 谢谢 辛苦了 谢谢您 真的是很神奇啊 主任 这么一按 这个英灵全学 能判定我们的经络 是不是通的 对不对 对 那您说这个经络 经络跟脾有关的 是什么经络呀 经络实际上就是一个脾经 我们叫竹太阴脾经 嗯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好 这条经络 就是我们的脾经 哦 就是我们大体 这个走行 就是走行 从哪个地儿起来的呢 你看 从我们脚趾头 大拇指的那一侧 哎 起来 到踝关节上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 叫什么呢 三阴交 就三条阴经交汇的地儿 哎 再往上走 沿着小腿的那一侧 大腿的那一侧 一直是往上走 哎 这儿 穿过我们的阁 哎 完了以后 逐渐向上 这就是我们的脾经 实际我们还有脂 应该往哪 从这儿 一直到我们的舌下 哦 跟我们的舌头 是有关系的 啊 好 慢慢地往上走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经络 里头一般的大体上看的 嗯 实际我们还有一些 分支 它要连到我们的脾脏上 要连到我们的胃上 嗯 哎 并且还有一个分支 跟心相交 哎 这就是我们的脾经 就我们看见的是在外面走的 嗯 是它还有在里面走的 就是五脏六腑之间 他们相互地要交汇 啊 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胃经 胃经呢 它是阳经 它起于我们的眼眶 第一个穴叫沉气 慢慢地往下走 哎 到了这块 我们在里面啊 这个又绕口一周 完了以后 再逐渐地又往上反 哎 再下来 你看 沿着这个 这侧 哎 逐渐地走下来 走的我们是什么呢 到了 在腹部 直直下来 完了以后 到了我们的大腿 注意大腿走的是前外侧 因为它阳经啊 前外侧 在小腿上有一个著名的穴 我让大家很清晰 叫什么呢 叫足三里 哎 逐渐在沿着外侧往下走 走到我们的足背 一直到我们的第二脚趾 哦 啊 这是我们的胃经的走行 嗯 这个脾经和胃经啊 应该是很重要的 对 什么情况会导致 它们会不通常会堵塞呢 嗯 实际脾是干嘛呢 它是运化 啊 它要把东西给化了 你胃吃进去以后 它要化了 但是化的过程中 它的工作的过程中 喜欢干燥 特别怕潮湿 特别怕湿润 一湿坏了 就是阻碍它的工作了 嗯 所以说我们的脾怕湿 嗯 如果碰见湿血 你想 什么时候啊 像梅雨季节啊 或者像那个 那个什么肠下那时候啊 嗯 一般来讲 湿血比较盛 哎呀 那时候就不想吃饭 叫滋泥爱 就是湿血呢 碍住了胃了 嗯 它干不起来了 嗯 实际这是我们 对我们的脾 实际上最大的阻碍 我们的胃是什么呢 胃实际上怕热 怕活 哦 一热了 哎呦 我们胃经也受阻碍 所以这两个原因 是主要原因 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的功能 嗯 就是我们的经络 你看 脏气受影响 我们的经络也受影响了 嗯 它就不通畅了 不通的话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 都出现什么症状呢 最多见的 什么症状 你看啊 身体困重 实际往往这都是 失邪困脾的一个症状 哦 就是失邪困住了脾了 脾是干嘛的 失去我们的后天资本啊 嗯 我们的营养物质 全靠它的消化吸收啊 这才能供应我们全身 它不干活 它罢工了 你说你全身还有力量吗 哎呀 就是身体困重 嗯 知眷乏力 是还没有劲 还有再就是食欲不振 不想吃 你想脾胃里头都积着呢 它肯定不想吃饭 顽腹胀满 肚子胀的上 这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比较明显的这几个症状 嗯 如果有这几个症状 我们往往就辨证 就从脾胃上变 啊 这种我们可能本来以为 就是一种自己的状态不太好 嗯 是不是我哎 躲躲的精神就好了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这经络可能不通了 哎 对 嗯 容易堵了 一般什么位置会堵啊 是上面还是下面呢 你看啊 我们的胃经脾经实际我们有不少的点都可以出现 嗯 堵塞 实际我们在临床上用的更多的是阴灵拳下三寸 叫什么呢 叫地基穴 哦 地基穴 对 大家可以摸摸自己的地基穴 嗯 那请您贴上一个我们容易堵的提示牌 在我们的小腿的部分 这地基在阴灵拳往下三寸 嗯 这个点呢实际上我们刚摸下去 感觉啊 您最好是从阴灵拳捋下去 慢慢地捋 嗯 捋到这个地方看看第一个疼不疼 有不少人是疼得很厉害 哇 这个感觉比刚刚那个明显很多 对 比阴灵拳应该是更明显 对 一摸哇 疼痛酸胀感 而且后腿肚子都跟着疼 哎呦 第一个是疼 嗯 完了以后再摸厚不厚 有些人可以不疼 因为他疼的劲已经过去了 对吧 没那么敏感了 但是增厚了 再摸 嗯 再发展 有可能这块就一个小包 小的结节 哦 再以后出现一个大的结节 就一个大包 哇 厚就是它比其他地方又厚 比如说高出来了 嗯 突出来了 你感觉这个地儿厚点 厚 还有一个你摸着有点精卵了 有条锁 就是你能摸着一个条锁 再摸最后是什么 是大包了 嗯 一个 并且这个包很很深很硬 紧贴着骨面的包 好 咱们这个地基学的触碰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新的感受吗 新的感受就是比刚才痛感酸感更强了 嗯 就是感觉不是酸一个点 是酸一片 嗯 然后再仔细摸摸呢 我以前误认为我的小腿肌肉比较发达 但是现在触感上来讲 应该是比较厚了 嗯 发现可能不是好事 反正我隐患了 是的 哎呀 杨斌呢 这个已经有点就是 不太能够忍受的那种疼痛了 就是很疼很痛 疼感再加强 加强了 梁阿姨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比刚才疼 嗯 而且她这个 她是真的 刚才是酸胀的那种疼 她这是真疼 你这么一摸就疼 嗯 而且转一圈到后边那个腿肚子 你这么一眼前边腿肚子疼 嗯 就除了那个点疼 因为后边疼以外 后边也疼 哦 是这样 所以主要你看 就这种症状的体现 是不是梁阿姨可能 她的皮筋不通 会更明显一点 哎 对 应该梁阿姨应该是更明显一点 嗯 少不要注意注意了 嗯 您说我还挺奇怪的 嗯 皮筋的第一个堵点 不在皮的附近啊 嗯 在小腿这儿 对 为什么堵在小腿这儿了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 敖冬安神补脑夜 独家冠名播出 主任这个皮筋 为何会堵在小腿呢 刚才我们说的堵是什么呢 是失邪的堵 嗯 但是呢 失邪昆脾的堵 但失邪有一个特点 纵醉 失邪一般往下走 所以说它堵 就容易堵在下面 堵在我们的小腿 正好就堵在我们 皮筋的下一段 哎 堵在这个位置 因为刚才我们看了 这个皮筋 嗯 对吧 皮筋走呢 皮筋的功能 它主要是营养我们的全身 但是这个地方 它也要通畅啊 实际上我们小腿一堵塞 弯了以后 主要还是我们的 皮筋的功能的问题 嗯 皮筋你看像这些啊 小腿发纵 发沉 嗯 还有略有浮肿的这种人 我给大家讲个病例 好 这个病人是一个女性 65岁 她的症状是什么呢 小腿两个腿 发沉 酸胀无力 嗯 特别形象啊 跟我说 哎呀 主任 我这个上楼梯 他们家住三层 没有电梯 哎呀 每次下还好 我上楼梯 哎呀 我这个腿感觉都 抬不起来 哎呀 真抬不起来 两条腿都抬不起来 酸胀 沉 特别是沉的 特别明显 再问了问 我说吃饭怎么样 他说吃饭是不太好 他说最近 实际上他这个症状 也就两个月 这两个月来 不太想吃饭 老脚着肚子 胀胀的 不舒服 我说好 我说我给你调一调 我把经络给你捅一捅 刚才那几个点 我们都给他点了 他疼的 啊 这叫唤 下了床以后 他那说 哎呦 主任 真神了 我这腿没了 我正跟别人治病的 他说他腿没了 吓我一跳 腿没了 我当时想 他没感觉了 坏了 咱怎么回事这是 啊 怎么了 这时候啊 人也没接我话 他可能原来 可能学过什么舞蹈 哎 自己就在那 就跳起来了 舞上了 关键了 就在 我说他真是 哎呦 我说看来没什么事 哎 他就说治完了以后 就给他通下去 他就讲着呀 这个两个月来 这个困扰的他这个 哎 脑子 满脑没了 腿还在 立马就通了 感觉这个腿的那种酸肠的感觉没有 原来就走路啊 脚伸迈不开腿那种感觉 但现在没有了 轻松了 特别轻松 特别舒服了 对 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病人 并且这种病人呢 还容易出现什么呢 略有腹肿 他这个腹肿还不是真肿 你要真肿呢 我们这个一按一个坑 对吧 我们在临床一按病 一按一个坑 就起得很缓慢 他这不是 你感觉他跟胖似的 怎么那么 腿这么粗啊 对吧 特别是脚脖子那块 哎呀 我们在临床 形容都跟大象腿似的 但是呢 你按下去 没事 按下去 跟着你就起来 嗯 你感觉是副总 但他没有 实际上什么呢 也就是脾经的不通 嗯 但是如果通胀了 这就没事了 嗯 问一下我们的梁阿姨哈 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有 而且我也是每一天早上起来 都感觉腿重 嗯 右腿比左腿还严重 嗯 这个小腿部分堵了 咱有高招给它通一通吗 可以 嗯 没问题 我的学生刘洋 一会儿教大家几招 好 刘老师 您回去认真练 我想您这些症状都能缓解 来 尤其我们的刘洋刘医生 欢迎 我们先看这个脾经的位置啊 嗯 刚才是傅老师也说了 然后我们说 在小腿的内侧 其实有一个妙招 就是我们当 我们先把腿翘起来 嗯 找的时候呢 我们这儿有个颈骨 您可以看到我这个 比较明显一点 我们这个颈骨 是一个非常平的一个面 那在这儿有一个叫 颈骨后圆 其实这个穴位呢 脾经沿走的这个 就是颈骨后圆 那这一内侧圆 嗯 我们摁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的酸胀 那在推脾经这个动作 我们找到一条线是哪儿 从三阴胶 一直到我们的阴灵拳 刚才阴灵拳我们找到了 我们是在膝盖下方 这个骨头的凹陷中 第二个呢 三阴胶 我们找内怀尖 上面三寸 嗯 我们这儿四指一并笼 找到三阴胶 那这一段 就是我们要推的这一段 而且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手掌根 从三阴胶 一直往上推 从下往上推 对 要注意这个方向 我们推脾经的方向 是从下往上推 我们推的过程中呢 会感觉到很干涩 因为在家里操作的时候 您肯定会光着腿 或者说这个 直接接触皮肤 那这时候要注意 不要太干燥 会磋伤 可以加一点这种润滑油 可以用那个润肤乳 或者说那种 护肤的那种 或者有橄榄油啊 或者是按摩油都可以 然后我们推 我们推三十次 哦 推三十次 对 速度呢 就这样就可以 速度就按照我这个慢慢的 推的过程中要注意 我们现在有衣服 感觉很那个粗糙 那我们在推自己皮肤的那种 非常顺滑 这个时候要注意 慢慢的 可以稍微往下渗透一点的力量 让这个底下有点酸胀感 哇 就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非常疼哎 嗯 正好推到穴位上的时候 会更疼一些 对 刚才我们讲了一条线 三个点 对 那更得坚持做了 越疼越要做 好 先做下去 那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 刚才傅老师讲的 特别重要的穴位 叫地积穴 找到地积穴呢 阴灵拳下三寸 也是在这个 颈骨后圆的内侧凹陷中 其实有的人这样垂直按 感觉好像这个节节 或者这个调锁 并不明显 但是您像我一样 从后边往骨头的方向去推 就会比刚才更明显 对 从后往前推 对 大概在这位置 积穴点上去 会有轻轻的酸胀感 然后有这种调锁 或者说有这种小的节节 那我们推的时候呢 轻一点 不要像我们刚才 爪穴位那么猛 可以慢慢地 力度由轻到重 动作呢 由缓入深 慢慢地 让这个力渗透下去 再上下都找一找 然后我们在做这时候 就是我们左右 各做两分钟 轻轻地点 慢慢地 让这块有点酸胀 有点发热的感觉 就OK了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就是推地肌 推地肌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有推皮筋 那我们现在叫重点操作 在这个穴上 那我们也是用手掌 去这样推 这个力度呢 后向前的感觉 对 这个力度呢 其实跟刚才点柔的时候 不一样在哪呢 它的操作范围 其实相对更广一些 刚才点按的时候 我们集中在这个穴 对 那我们也说了 要上下都找一找 那在推的过程中 我们就不是在这个穴上 在这个范围内 都可以去推一推 也是左右操作 各两分钟 对呀 刚才您是只揉了左腿 右腿还没动 现在左右两边 有没有什么区别 您感受一下 现在感觉还真是 就这个 尤其这中段啊 尤其这中段 就感觉好像轻了 对 左腿明显输了 马上 左腿的中段就轻了 右腿当然还没有什么变化 还跟肝盘是一样的感觉 好 谢谢罗医生 谢谢 谢谢梁阿姨 谢谢 谢谢你 好 好 皮筋通了 我们的腿不沉了 但主任 我们这个胃筋 好像还没通呢 对 胃筋也爱赌 是不是 爱赌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我们胃筋呢 也容易赌 但它赌 往往表现在哪呢 表现在我们的腹部了 那我们得贴一个 我们的请示牌了 对 胃筋的赌点 你看肚琴在这 在肚琴边下 嗯 这个点 这就是我们 胃筋容易赌的地儿 这个地儿呢 实际上我们脾胃的功能 是干嘛的呢 实际上是脾应该往下升 胃应该往下降 这样呢 脾生的是什么呢 是生的我们的精华 因为吸收的东西啊 精华的物质 生起来 来营养我们全身 剩的东西 糟糕 我们要降下去 嗯 但如果 升降出了问题 那赌 赌在哪儿 往往赌在 我们肚琴这边上 叫天书穴 还有大横穴 这两个点 容易出现赌 天书穴和大横穴 对 您说到这个 上下交汇啊 嗯 就感觉这是一个 交通的中转站的感觉 天书 你想书 哪个书啊 书纽的书 哦 这等于说人体的 一个很大的书纽 上下交通啊 嗯 未经出了问题 嗯 哎 就是堵在这儿了 就是书纽出了问题 这个未经堵 我们能自个儿去摸出来吗 也能一招去辨认吗 对 反正自己能摸一摸 也能有感觉的 这样吧 三位嘉宾 我们来再找一找 好不好 我们先找什么地儿呢 我们先把肚琴找着 哎 哎 自己先摸住了肚琴 哎 肚琴旁开两寸 是我们的天书 怎么旁开两寸呢 呃 实际上不准确 我们一般来讲 还是您辛苦点 两次 对吧 一横指一寸 再一横指 又一寸 哎 两横指 对 这就是天书 那您摸摸天书 这个位置 有没有疼 或者有没有胀 有没有结结 如果这儿没有 那您再两寸 大横 哎 这个地儿 这就是我们脾胃 在腹部的毒点 哦 哎 有不少人 有些人这块 哇 就是疼 这块有硬结 啊 甚至我们摸这个 特别是左侧 啊 这个左侧 有的时候 呦 这里头都有东西 哈哈 肚子里面吃的东西是吗 该去卫生间一趟了 对 实际上 这也是我们在临床 治疗便秘的一个点 哦 治疗便秘 我一般的就让病人 自己会接 哎 捅一捅 捅一捅 对我记得 我有一次做节目 就说到便秘 说到这个 结果许多人就在那儿 许多观众啊 在那儿捅 捅完以后 下一期开始了 找不着人了 哈哈哈 姚明感觉怎么样 我的大横穴很明显 我觉得是那种酸麻的感觉 嗯 对 而且好像有东西 哈哈 就是有有障碍 你轻点按 咱们还在录节目呢 我尽量忍着 有障碍的感觉 说实话 我今天还好 当我突然想起来 有一次一个推拿师 摁到我这儿的时候 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呦 像石头一样哦 然后当时还在讲 这什么意思 现在我懂了 真的我们在临床 确实有些人有应急 爱护你 真能够摸出来 好 所以说呢 我们两位小伙子 恐怕在这个胃经上 需要注意了 是不是 那我们再边听边学 好不好 好 辛苦 休息一下 好 首先说到我们的天书学 和大横学 容易堵塞 是不是 这个堵完之后 都还有哪些症状 是比较常见 比较明显的 实际上一般的 这儿堵了 等于上下不通了 嗯 第一个出现就是脏 哎呀肚子脏 弯腹脏脉 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便秘 大便不通了 嗯 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啊 是那个六十岁的 一个女同志 呃 她原来呢 大便一点事没有 这两个月来 她脚着不爱吃饭了 结果呢 这个大便呢 原来每天呢 是一次 嗯 这个两天一次 三天一次 四天一次 所以到了四天一次 的时候 她忍受不了了 嗯 她说我受不了了 她说太难受了 她说每次排便呢 她说也不是说 特别费地 哎呀呵 不是 对吧 她说也能排出来 也不干 就是她老是不动 你感觉她不动 四天才动一次 她实在是太难受了 不舒服 再一个肚子胀胀 嗯 实际上这就是 我们所说的 哎 肚的一种便秘 嗯 往往像这种便秘是什么呢 我们说它是气虚密 哦 就是气不太足了 推动无力而导致便秘 我们经过调整 经过适当的活动 经过我们的治疗 经过她自己的自我按摩 嗯 慢慢慢慢地 又恢复到从前 谈到这个排便不是很顺心啊 嗯 这个问题来 我们两位小伙子 是不是多少会因为 比如说熬夜啊 吃上火了会有点 咱们先说这胃胀 嗯 有一段时间 我明确地感觉到 就沿着裤腰带上缘 就多了一圈 那么多东西 不知道是肉啊 还是气啊 喘气的时候 总感觉这一块喘不透 嗯 这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便秘这一点呢 我经常会计算自己 就文雅一点吧 就是收入和支出 好嘞 我再想 我收入很多 为什么支出的 这么磕磕绊绊的呢 我就等啊 什么时候到那个时候啊 哎 就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 甚至 就感觉越来越胀 越来越胀 应该说是气差一点 就推动的力量 稍微差一点 嗯 如果有的话 能不能给它通一通呢 要不还是您 给出一个妙招 我们这个 以防万一先学着 嗯 好不好 大家如果是您在真实碰见这种 哎呀 两天 三天 四天 甚至我们在临床看到一个星期呢 嗯 哎 这样 这个 这个老是那个肠子不爱运动的 对 哎 我们给它 怎么说 加加油 加加油 鼓鼓劲 哎 您自己在家操作 哎 就能够促进它的运动 好 那观众咱们学一学 好不好 好的 来 欢迎我们的刘医生 有请 针对一些人群 我们可以来做做这个通腹操 通腹操 对 我们这是五脏六腹的腹 因为在我们的腹部嘛 那么通腹操呢 我们有三个动作 那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叫指揉腹中线 嗯 那我们将两手这样相对 四指相对之后呢 我们用指尖 从我们心下这块肋骨分开这个位置 嗯 这是我们的正中线 从这个分开的 最上方 慢慢地这样去揉 哦 轻轻地慢慢地揉 跟刚才我们找那个穴位一样 找脾筋一样 我们慢慢地揉 会有一些地方 会有明显的硬结 或者疼痛的点 沿着我们正中线 这叫什么人脉 嗯 我们一点一点地揉 哦 轻轻地去找 揉着往下走 对 揉着往下走 循环这样一点一点地揉 对 为什么揉到这个位置 突然感觉变硬了呢 哎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腹中线的位置 它就会有这些小的 也是一些穴位 嗯 那慢慢地跟我们这些 消化功能也有关 嗯 大概我们一直揉 一直揉 揉到哪呢 我们沿着这条线 揉到我们的齿骨上缘 嗯 从没有骨头的地方开始 一直揉到我们 摸到骨头的这个位置 嗯 就让我们齿骨上缘 这一条线 我们叫腹中线 只揉腹中线 算是揉完了一趟了 对 你会感觉这个时候 有很敏感的人啊 就已经开始有打嗝 或者说有排气 好 那在这儿也就已经感觉 很放松了 腹部放松了 嗯 那我们再来 从哪呢 顺势 哎 说什么就来什么 冠冠 我们揉到最底下的时候呢 顺势 画成手掌 嗯 我们再掌揉 辅测 这个时候可以稍稍地用点力 我们辅测 沿着哪呢 沿着我们骨盆的方向 也就是我们腹高的斜上来 嗯 一点一点到两侧 一叶前线这个位置 然后再沿着我们肚子的两侧 往上 直到我们摸到我们肋骨 这个边缘 从肋骨再沿着肋宫 回到正中间 嗯 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多重复几次 做三到五遍 都可以稍稍地用点力 这个是不是躺着坐 才更明显一些 对 因为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我站着 而且躺着坐更舒服 冠冠老师就是躺着 这样会好一些 嗯 对 然后我们一直到最深 最上方 最上方的时候 我们变成这个手势 比了一个心 我们变成拇指相对 不 我们是拇指相对 拇指相对 拇指相对 拇指垂直向下 嗯 最后一个动作叫什么 直推腹部 我们再用力 给它推下去 哦 稍稍用点力 推五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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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指是引导我们的方向 也可以稍稍实力 但主要还是我们的拇指 主要是拇指推对吧 对 这样推 用手掌给它推下去 嗯 指推腹部 等于说各位看啊 我们从这个指揉负中线 先从上往下走 对 然后再揉回来 再下去 对 是一个下上下的感觉 是的 三个动作连在一起 算是一套 对 算是一套 一天可以做几套 一天我们可以做个三到五遍 同时呢 这个动作也是 我们跟刚才推皮筋一样 准备吃饭之前可以做 但是饭后 三十分钟以内不要做 怎么样 关关 别睡着了啊 我想拿个麦 怼到这个位置 能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真的是有感觉是不是 真的在咕噜啊 看来关关的铁石心肠啊 要被感化了 是不是 好 祝这个明天 我们的产出也顺利 好吗 谢谢 谢谢关关 谢谢鲁医生 谢谢 好 休息一下 好 揉完了我们的腿部 腿完了我们的腹部 主任 我们这个皮胃精 是不是基本就算是通畅了 还会有哪些毒点 是我们忽略和遗忘的吗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实际上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位置 什么地儿呢 口 不让我们说话了是吧 快住嘴 我给他贴了边 不是不让说话 我们所说的毒是什么呢 就是你感觉 你的口腔 感觉出一些味道来了 我们嘴里本身来讲 应该没有什么味儿 我们在吃饭之前 或者我们说话什么呢 感觉不知道口腔里 还有一些别的味儿 就是无味儿的 对 但是如果你感到甜味儿 有不少人感到甜腻 甜这嘴里还在腻乎乎的 往往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脾湿 就是湿邪困体了 我们辩证啊 注意啊 注意啊 如果是谁嘴里 有一样的味道 你感觉到无味儿了 你要找中医大夫看了 说一定要认真 跟人家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辩证 这是辩证的一个方面 它是一个症状 如果你感到咸味儿 哎呀 嘴里这么咸呢 哎 往往是我们的肾阴不足 啊 肾阴不足 出现了这个味儿 如果你感到这个嘴里叫酸味儿 怎么酸乎乎的呢 哎 这都是一个干火 等于说干火犯胃 往往是干味之间有问题了 嗯 吃上酸味 如果你讲这口里头 口气比较重 往往是什么 这胃火 胃里头等于说 我们吃进去东西 消化得慢了 感觉在里头时间长了 就那个 那个味儿 嗯 说明着这个 为什么呢 胃有些问题了 嗯 所以这些呢 如果啊 还有一些人说 哎呀 主任 我嘴里没味儿 我一点味儿都没有 它不是平常的 我们这种没味儿啊 就是它渴望 嘴里能有点味道 它现在什么都没有 没办法怎么办 吃点咸菜 或者吃个辣椒 咬了咬了 来刺激刺激 就味觉 感觉什么呢 就是味觉降低 这是什么症状 这就是脾胃虚弱 哦 许多人就讲了 哎呀 我这没味儿 这就是脾胃功能差了 而出现的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人呢 就嘴嚼着辣 哎呀 我怎么辣呀 这就是肺活 就是肺胃有火 不光是肺活 肺胃有火 哎 往往也出现这辣味儿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五脏 就是我们的五脏 特别是脾胃 某些问题 在我们口腔里的反应 所以这是一个反应点 反应点 对 就是我们感觉 嘴里面这个味道 有些不太一样 不太正常 对 三位嘉宾 好像都在咋我嘴呢 是不是 在感觉心肠呢 又被你发现 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梁阿姨 有 我就有那种 寡淡无味的那种感觉 就是吃什么也不香 吃什么都觉得没味儿 我是感觉口腔会黏着 就不清透 有时候想用漱口 或者喝水去解决 但热水呢 感觉化不开 凉水又漱不透 如果说有味道的话 我能感觉到是微甜的 但那种甜 让人并不快乐 因为甜加黏在口腔里 就给人感觉 负担感很强 生活除了甜 当然还会有酸了 我就是一直在 往外反酸 可能是因为我吃多了 还是怎么着 然后后来我经常反酸之后 就感觉嘴巴里面 一直是酸的 然后像柠檬啊 橙子这些东西 我就不敢吃了 我还怕加重它的酸 但是这个问题 好像就一直解决不了 就是会一直往上 就是冲出来 然后你最后感觉 那是酸味 酸涩的感觉 有点口中发酸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口部的感觉 的偏差呀 还需要关注 需要警惕 可能是我们的胃皮筋 有些不通畅了 这个有妙招没有 主任 可以给它打通吗 对 实际上我们这块 应该有招啊 完了以后一会儿呢 刘洋大夫再教给大家 这一套 我们来调理 我们脾胃的这个招 我们尽可能的 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我们坚持做 认真做 我们的口腔里头 就是没有异样的感觉了 你感觉不到口的存在 这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总是 口中泛酸味的杨斌 要不要学一学 当然了 必须要学 好 有请我们的刘洋 刘医生 欢迎 第一个动作 我们叫扣胃经 就是从我们的外膝眼 一直到我们足踝 我们说是小腿外侧 肌肉蓬龙处 那我们扣的时候呢 也是用我们空拳 我们不要握实拳 可以空拳 用拳这样去轻轻地敲击 对 这个时候呢 也是要注意 我们往下移的时候 我们一点一点地往下 一厘米 把这块呢 都照顾到 其实也就是沿着我们外裤线 这一区域都照顾到 一直到我们脚踝部 我们扣肌五到十遍 这个还是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对吧 没有那种疼痛感 对 然后这中间呢 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穴位 就是我们可能学习 这个中医也好 或者了解这些养生知识 都会避不开的一个穴位 叫足三里 对吧 我们足三里穴呢 是胃经上一个特别敏感的点 我们点上去 其实就在我们外膝眼下三寸 大概的一笔 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肌肉 比较高的一个点 点上去酸酸 胀胀的 那垂到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多停留一会儿 在足三里这儿垂一垂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手 换成我们的指尖关节 这块就像点穴一样 这不省事了吗 超细弹 因为我们这样去揉要省事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尖锐的地方 因为我们手指尖锐的地方 去扣一块 还是从上往下 对 在这儿 足三里的多停留一会儿 好 大概扣三十下 这样扣一扣 然后之后换空拳 继续往下 一定不能是从下往上锤 对不对 对 从上往下才对 从上往下 一是也顺手 第二一个呢 我们说打通的过程 也是一个降的过程 对 现在真的感觉好舒服 就是已经有小腿 已经彻底放松的感觉了 好 谢谢 谢谢 学会了 好 谢谢 休息一下 好 又是一个特别好的小妙招 不难做 但很管用 主任这个敲击足三里学 足三里真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到底好在哪里 再跟我说一说 好 实际上足三里呢 应该是一个功能特别全的一个穴 它不光是治疗消化功能 注意啊 我们脾胃 因为它本身是胃阴的血 对啊 脾胃的功能肯定是 它应该是 以它为主 你看不管是消化系统出了任何问题 就是脾胃出了任何问题 我们都可以找足三里 但是足三里呢 还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的补益血 我们养生中的 等于说这个药血 它呢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让我们更健康 您可以在敲之前 可以先点一点 再敲一敲 扣一扣 一个是改善我们脾胃的功能 对吧 让我们做到什么呢 吃麻麻香 吃进去 排出来都很顺畅 对 完了以后 再是来改善我们身体的 其他的功能 起码来讲 减缓我们的衰老啊 对吧 来补益啊 实际上补益啊 它不光是补脾胃 应该是补全身 可能都与这儿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讲 足三里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养生保健序 对 我们起码来讲 要说三个养生保健序 有一个就是足三里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学位啊 我们一定要首先能够找准 在一个经常去悄悄扣一扣 作为日常保健之用 对不对 那最后呢 各位还请别忘了 看完电视看直播 有问题直接问专家 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观众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的直播 谢谢主任 谢谢您 还有三位嘉宾 辛苦了 谢谢 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